今天是一期价值超百万的小个子穿搭 2015年,艾玛罗伯茨主演了恐怖剧集《尖叫皇后》 在这部迷你电视剧里,她亮相了近百套漂亮的戏服 因为着装太过于前卫,并集齐了多个时装大牌的新品 使得《尖叫皇后》从一部吓人的恐怖片 变成了一部视觉颇具观赏度的时装片 艾玛罗伯茨作为这部剧集的第一主演 虽然身高只有1米57,却演出了1米80的气场 把一个出身高贵的嘴读人表诠释得淋漓尽致 那一套套华丽的戏服,也因为她的演绎而拥有了生命力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尖叫皇后》第一季前六集里 艾玛那些值得小个子借鉴的百万穿搭 首先她的很多戏服都会用到鸟类的羽毛或者动物的毛皮 当然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是人造的 并且服装的剪裁尽量拉长了下半身的比例 像这件粉红吊带搭配鸵鸟毛半裙的着装 腰线几乎拉到了胸底下的位置 并且利用鸵鸟毛的蓬松感,让腰胯部位迁移到了身体的上半部分 让腿长占去了整个躯体的三分之二 只要不与其他演员同好 艾玛绝对是一个身高超过一米八的girl 而这套粉金配色的吊带裙,从款式的设计到衣裙的剪裁 再到鸵鸟毛的装饰,都跟上一套吊带裙,有着一曲同工之处 但我更喜欢这套裙装搭配的饰品,银润的珍珠 让这套稍显浮华的裙子更显高档的质感 艾玛在距离亮相的无袖连衣裙,也会使用到蓬松的鸵鸟毛 比如这条小圆领的连衣裙,整个裙身的前片都布满了细密的鸟语 视觉很有戏剧的张力,为了避免色彩太过于单一 裙身上的鸵鸟毛还使用到了挑染的技术 让其中的几缕呈现出自然的蓝紫色 鸟语的颜色还呼应了脚上丝袜的配色 也为了拉高眼缘的身形,裙摆的长度没有盖过膝盖 腰间还别了一根香满水钻的腰带 而这条米白色的无袖连衣裙,款式和装饰元素 也与前一条无袖裙子极其的相似 唯一的不同点,就是细腻的人造鸟语布满了整个裙身 但为了避免让着装者呈现出臃肿的体态 鸟语的密度没有前一条大,闪闪发光的面料 还呈现了非常清透的质感 裸色系的腰带和点睛的珍珠配饰 进一步削弱了蓬松鸟语赋予着装的厚重感 用到鸟语这一装饰元素的 还包括爱玛在距离亮相的小砍件 她这套蓝色的毛泥裙子 就搭配了一件同色系的鸵鸟毛砍件 因为非常的蓬松,可以让着装的视觉更聚焦于上半身 套在砍件里面的裙子 上半身的吊带设计得特别的短 下半身的半裙也没有盖过膝盖 服装的剪裁充分凸显了腿长的本力 爱玛这件粉色衬衣搭配亮片半裙的着装 外套的杏色小砍件 也是用鸵鸟毛制作 既蓬松饱满又雍容华贵 很契合角色是附加千金的设定 距离用到动物毛皮这一面料的细服 是爱玛这件粉色的皮草外套 为了降低视觉的繁杂感 这件外套并没有设计得很复杂 并且内搭的衬衣和半裙 也使用了非常百搭的黑白配色 但细节的设计依然非常的出彩 比如那件小高领的衬衣 它设计了两根 可以继承蝴蝶结的长挑带 不过西的半裙布满了非常经典的黑白格纹 为了让着装的色彩上下呼应 爱玛还穿了一双粉色的丝袜 手提了一个粉色的果冻包包 而这件一闪而过的皮草外套 也是用动物的毛皮制作 因为采用了彩虹的配色 内搭的裙子包括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均使用了纯白的颜色 在第一季的前六集里 爱玛还亮相了两套小香风的套装 一套是浅蓝的配色 为了让着装既贵气又不失去少女品 除了剪裁线条非常的修身 并侧重体现了下半身的比例以外 衣裙搭配的蓝 还是非常轻透的蓝 服装很像蓝颜色的马卡龙 上衣的剪裁边缘 还装饰了一圈冷硬的金属链条 让着装更有视觉的亮点 而另一套小香风的套装 是水粉的配色 剪裁线条不是特别的修身 大方领的上衣 吸引眼球的海鼠内灵 滚了黑边的圆顶帽子 它和珍珠配饰及白色手套 一起提升了服装的复古感 爱玛的衣橱里有很多红颜色的服装 它这条特别个性的披风裙子 就采用了非常醒目的大红 当然这条裙子之所以无比的吸睛 主要是因为款式的设计特别的独特 无袖的连衣裙拼接了一个拉风的披风 并装点上了立体的花朵 从配色到剪裁 无不夺人眼球 为了呼应衣裙的装饰衣元素 款式的设计与大红的披风裙特别的相似 也是无袖连衣裙拼接了一个拉风的披风 但我个人觉得这条裙子的面料非常的廉价 尤其是后背的网状披风 很像我奶奶家的青纱纹帐 要不是珍珠配饰抬高了服装的质感 这条裙子远不及大红色披风裙那般精致贵气 虽然间叫皇后里的戏服 大多来自大牌服装的定制款 普通女孩可能根本买不起 但还是可以学习一下服装的搭配模式 尤其是1米6以下的小个子女生 爱马罗伯茨出镜的每一套戏服 都值得借鉴与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